上腾工商飞机修护科近年来 在飞机的以及考照率连创新高 表现得相当优异 也获得了教育部肯定 专案合余补助120万元经费 而学校也自筹30万元 新购了一架西斯纳商用的飞机 对以往需要前往外地 才能够练习的竞赛科目 现在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了 校内的同学可以直接在老师的课堂中 进行证照考试的练习 对学习来说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与棚下停着一大台战斗机 同学们团团围绕着授课老师 一边手动操作一边进行讲解 这是上腾工商飞机修护科的学习日常 近年来他们在师生共同努力下 获得许多优异成绩 飞修以及考照率更是连创新高 表现是相当优异 特别获得教育部肯定 专案合余补助120万元 学校自筹30万 新购一架西斯纳商用飞机 过去我们的教学品质跟绩效 也得到教育部高度的肯定 特别是我们学生的考照率方面 我们现在不以 飞机修丙级症照为满足 我们鼓励学生考飞机修丙级症照 前年一位去年三位 今年有五位通过飞机修丙级症照 这过去是要大专才做的事情 我们在高中就办得到 所以这次教育部呢 特别补助我们120万 我们需要自筹30万 买了这一架西斯纳新型飞机 往后对我们的教学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西斯纳飞机是今年度 基于竞赛飞行前检查项目的指定用机 对以往需要前往外地 才能练习的竞赛科目 现在只要在课堂间 就能轻松练习 是的 因为早期 我们包括记忆选手 以及征照考试 都要往北部或者是往南部跑 那同学来回的情况之下 他去的时间相当的短 他不能长期在那边运作 那回到学校以后呢 他又没有实体的飞机 可以操作的情况之下 他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把它遗忘掉了 那目前来讲 就因为全国的所有考场里面来讲 他都是用这些型的飞机 所以我们必不得已 一定要再进这架飞机 让学生练习 那对学生的将来的学习来讲 考证照比较有帮助 在学校引进这台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不管是在夜间或是平常课余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就是直接下来做更多的练习 这样能提高我们考照通过率跟得奖的名次 也可以更加的优越 在新机报道后加上现有的F-51 F-5B F-1动式轻航机及商用直升机等等 上腾工商要升为全国飞机数量最多的技术高中 飞修科学生在飞体结构实习 发动机实习及飞机移压实习等 校庭科目的学习将会更完整 未来发展也会更多元 记者徐立琴节安相报导